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直都非常的走红 不过13年前 他们造成了一股偶像的旋风 对 小虎 对 今天来到小乖虎 不过他说不能叫他小乖虎 要叫他友朋 因为他长大了 我们欢迎苏友朋 都已经长大 好多梦正在飞 就像童年开到底 红色的蜻蜓 都已经长大 好多梦还要飞 就像现在 一心无中 红色的蜻蜓 红色的蜻蜓 在蓝色天空 有谁在空中 不敢追逐他的路 天空是永恒的 加大地球是他的王国 悲伤是生活 我们的童年也想追逐 青藏吹来的风 轻轻地吹着风 像妈妈的伤口 红色的蜻蜓 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 多希望有一天 能和他的起飞 当烦恼越来越多 火力弹出 越来越少 我知道我一般般地长大了 红色的蜻蜓 红色的蜻蜓 也在我岁月 哪哪里脚飘 我们都已经长大 好多梦正在飞 就像从天 看到的红色的星期 我们都已经长大 好多梦 还要飞 就像心情在 你心目中 红色的蜻蜓 小苏 是的 芳姐 我刚刚叫他小乖 他说他不喜欢 不喜欢人家这样称呼你 我觉得那个名字很过时 这个你现在这个年纪 再叫小乖 乖乖的 对啦对啦 现在叫你永鹏 不过真的变男人了 有一点成长吧 才一点吗 刚不是说日子蛮苦的 其实是经过一些磨练 对对对对 就是离开歌手的日子 开始自己去生活 因为做歌手其实很幸福 大家都保护得好好 做得好好 可能那时候不知道 对不对 对因为唱片太早 对就好像天生就 以为天生就应该这样 其实不然 对 我以前 我们的唱片公司很近 以前我到唱片公司之后 对对对对 然后要去 比如说我要去洗头 要去吃饭 都会经过 这个你们公司门口 就一堆女生 那时候 觉得好兴起 现在司空见惯了 一堆人都会在 饭店门口的 可确实在那个时候 你们那个小虎队 是造成真的 一个很大的风潮 可能就是史无前例吧 之前都没有人做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小虎队时期的小苏 翻跟斗是谁 无奇 无奇 陈志孔 这是清明斗对不对 对是清明斗 是货柜演唱会吧 对那是货柜演唱会 这种留下还没有 你还最高啊 三个当作你还最高 我一开始最矮 后来跟无穷差不多吧 那时候还青春期 这就是黄蜻蜓对不对 对对对 蛤 哇 还有这种画面 跟我再念一次 我是苏友浩 大家好 爱情擦肩而过的时候 也曾想要珍惜那几栋 只是握不住 彼此不同方向的手 你我擦肩而过的时候 也曾留下动真的传说 是否还能够 为我等待 为你停留 所以我决定 用我的特色 我的大头 做一个智慧型的表演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 我就要表现 那智慧型表演的另外一个部分 我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唱法 唱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 我只要你爱 谢谢 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只要你爱我 大阳光照耀大地 后朋友那么多 好妙 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在谈论你 因为那时候对你来讲 你刚开始主持人团 你是个子最小 年纪也是最小 对对对 但是学历最高 对不对 那很大的压力 很大压力 因为我这次看到你的新专辑当中 有一些文案 似乎就是在传达一些 从那个时候开始 隐藏在心里的一种 一种孤单 其实我觉得是 以前那时候的那个唱片缺 那种环境是 他们希望的偶像都是一个 perfect 不会像现在已经 大家可以说实话 都知道他其实是人 可以允许有缺点 所以那时候公司的包装 就变成是一个 包装成一个玩人 可是当然世界上没有玩人 玩人就是完美的人 你现在讲话都 干嘛很古人 不过那个时候 你去参加是参加怎么样 那时候你才几岁啊 那时候征选的时候 国中刚毕业 青春 十五岁半 青春大对抗 青春大对抗 你怎么会去 想要去参加 明星梦啊 你有啊 想不到吧 真的啊 乔小鸭也有明星梦 真的啊 那你小时候喜欢谁 怎么会想 因为我那时候 我也听日本偶像啊 我那年代是终身名菜啊 少年队啊 我还喜欢浅香维啊 什么那些 那时候听他们演唱会 就觉得 哇 这种感觉好棒 就像在台上唱 下面的声音比他们还大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变成偶像 那那时候 你去参加什么项目 参加什么项目 那时候征节目助理 那他们希望找三个男孩子 我们就去竞争 对 然后我那时候很爱漂亮 因为之前练书 很普 然后我就想 我要去应征 我就去探个头发 可是不会整理 就那继续那个照片 是个世家模拟头 就不知道 怎样被谁慧眼挑中 真的啊 真的啊 然后你就去珍视 可是我看资料说 你是跳土风舞啊 真的还假的 你不要忽略这一段 这一段可是非常重要 其实有 我们那时候呢 后来那时候 记了履历表去以后 他就打到家里面来说 你可以来 那个就是面试 这样通过了出审 然后很兴奋 可是他说要有一分 要带一个 30秒钟的歌舞 看看你自己协不协调 这样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妈 我姑姑那时候 有在跟那种 就是公园里面那种 学土风舞 那我也找不到 什么舞蹈老师 我就学了一段 我们那时候 红的是那个城市少女 我跳的是 不想睡的红舞行 就那音乐放 然后我脑袋 一直在想动作 我还记得很怂 好像是这样子 完全慢半拍 又把它跳完了 然后还中了 对 就是那个慢半拍 有特色 对不对 我后来回想起来 红的也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小虎队时期的小苏 常常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没有出路 很想放弃 你们一定都看不出来 真的是你们 给了我一份责任 还有力量 让我能够今天 站在这个地方 一直撑下来 希望我出国的时候 当你们遇到挫折 不要绝望 我永远会是 你们最好的朋友 谢谢 珍惜为我流的泪 珍惜为你的岁月 谁能无动又无中 这段珍贵 明天还有云要飞 拎着天空陪我追 无怨无悔 也是人生一种美 然后我还听说 穗伟宏常会在节目 学我唱歌 对那算是我偶像 是我的偶像 真的啊真的 现在不是啊 一直都一直 哈哈哈哈 我要考你 来来来来 你那时候唱我什么歌 后来我才明白 哈哈哈哈 还要弄八字 那时候真的上节目模仿 真的啊 那时候超级一节 真的哦 对不对 没有人